协助青年学子网络创业,也希望能够关怀弱势 资测会南区产业服务处为了提供大专院校学生无本网络创业的机会 并协助南部弱势团体产品行销 举办了大专院校关怀弱势网络行销创业竞赛 吸引了南台湾各大专院校遇百名的学生组队报名 主办单位表示大专院校的学生具有网络创业的热忱 但是却没有门路,所以办理首届的试办竞赛 当初最主要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弱势的工艺团体 他们在经营方面实在有它的困难 我们发现它已经有相关的商品 所以我们想到我们既然是资测会 我们来协助他们在网络上来行销 供应商的部分若是团体我来帮他找 找到以后交给学生来卖 刚好有一个COCO市集是我们资测会辅导的 他免设定费免连费 那对学生来讲就没有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投资的一个成本 而且可以什么免囤货 没有囤货的压力 所以有这样一个好处 所以我们才敢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那因为是第一年的事办 所以我们的部门是南区处 我们的办公室据点是在高雄软体园区 所以我们今年事办 所以以南部优先 以南部的这个大学来做事办 那如果成绩好的话 未来我们就考虑把它扩大 扩大来举办 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这次活动 结合令人耳目一心的创意 以及多元数位的行销工具 开拓弱势族群的在地商机 更借此让学生跳脱课本框架 降丽他的人生观 升职在年轻学子的心中 法界新闻 调节临时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